听完庄舟讲的楚人成条的故事 慧王长吸了一口气 良久他微微点了点头 谢先生指点 魏英小的如何宁神用之了 小的是一回事 做到却是另一码事 对 钩楼人落丸之事 渴望而不可求 先生可有一行之方 钩楼人若不可求 可求紫庆 紫庆 紫庆为谁 紫庆是鲁人 善于肖木为巨 所至之巨 精美绝伦 见者精为鬼神天宫 鲁公旗子 赵琪问道 你是如何做出这种巨的呢 紫庆应道 无他 摘心而已 要做巨石 我就不去空耗心神 而是摘心以待 摘至第三日 我不再去想富贵绝路 摘至第五日 我不再去想褒贬毁育 摘至第七日 我连自己的形体也全然忘记 自然也把宫氏朝廷等抛诸脑后 心中只存巨 此时 我就持锐气尽善 观林墓之天性 以其天性 成就我巨 嗯 好好好 魏英就从围巨做起 从今日起 以先生为师 苦练摘心 可否啊 庄周看了一眼周围的 丢着景色 远处戏耍的公额美女 最后将目光 落在了一直守在一侧的皮人身上 哎呀 好是好 只有一点不妥 先生请讲 子庆是在野外林中 休目为惧的 大王若是守在此园 内有公子王孙 妃嫔宫女 外有文武百官 王亲国戚 莫说是七日 纵使七月七年 怕也难成一句呀 以先生之见 魏英当去何处为惧呢 离开此宫 到广袤的天地里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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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先生 魏英 寝于何处呢 哈哈哈哈 天地我卢 何处 不是寝处 慧王沉思良久 牙关一咬 好 他东的一拳 砸在了腿上 魏英 这就随先生出宫 慧王的声音尚未落地 皮人扑通一声跪下 嚎啕大哭啊 陛下 你哭个什么呢 慧王已经站了起来 不耐烦地看向了皮人 友情他摆了摆手 哎呀 是了是了 寡人小的你也是舍不下 好吧 你 这也跟在后面 在寡人围惧时 也好有个照应 有个观瞻 说把他拔腿挤走 皮人扑前几步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万万不可呀 陛下 庄周望着这对君臣 听着二人煞是有趣的对话 长笑了数声 大步远去 慧王急了 仰手大喊 拔腿就追 先生 先生等等我 等等我呀 不料此时的皮人 就如发了疯一般 连小命也豁出去了 不顾一切地将 慧王的两条粗腿 死死地抱住 第三日头上 张仪再访慧师傅 意外得知 相国和庄周一大早 就外出赏游去了 张仪问明了去处 驱车寻去 果在大梁城外 郊野分界处的一个土坡下 觅到了一辆四马摇车 车中空无一人 蚂蚁蟹套 四马悠然自得的 在草地上寻食 御守蹲在地上 正眯放两眼欣赏他们 张仪无需多问 单看车棚 急之是相辅的 所以跳下车 自报家门 那御守 似是晓得他来 拱守还过礼 朝坡上略略一指 说主公在那里 恭候呢 张仪打喜 拱守谢过 吩咐御守 也在此处木马 撩起两腿 剑步登坡 坡上 并无一人 张仪登上坡顶 急目望去 但见逢泽之水 无边无际 轻波荡漾 岸边百花静艳 扭雨跌飞 唯独不见人影 张仪急走几步 换角度重新搜寻 终于看到坡下的水岸边 有几棵柳树 柳树下 似有人行 急急地巡路进前 果是二人 各一树干 背山面水 无雨而坐 张仪直走过去 垂头拱手 晚生张仪 拜见二位先生 二人似是没听见 仍旧神情专注地 凝视着面前的浩渺水波 张仪吸了口长气 眼珠子一转 瞥见二人中间有颗书 刚好与惠子 庄子的两颗 成品字形 小的是为他背下的 虽走过去 不客气地 以术作定 但不是面水背山 而是背水面山 正对两人 这种做法 显然不为赏景 一不为明想 一看就是论战的架势 会师的眼睛 眯开一道风 斜了他一下 微微拱了拱手 老朽 恭候多时了 他又手指庄周 这位 就是庄周 你不是说 做梦都想拜见吗 张仪改作为规 铺地拜扣 正是 先生在上 请受晚生张仪三拜 庄周笑过几声 也睁开了眼 会师说你蛇宫厉害 其他人也都这么说 庄周 尚未领教 你这低头就拜 却为哪班呢 是先礼后兵吗 哎呀 在先生面前 晚生不敢弄舌 晚生所以叩拜先生 是因为一篇谬文呢 哦 晚生在鬼谷之时 有缘得读先生 论剑妙作 身为之谜呀 出谷之后 晚生以此文为风 狼牙山上 立刻月王无疆 驻楚灭月 成就出山守宫 庄周 长笑了数声 脸笑沉声 屈指数落的 庄周 论道之语 被你这般的谬用 一可探也 无月之地 十万生灵 一朝葬送你手 二可探也 以他人鲜血 成就几功 而不自省 三可探也 有三探 而不自知 在庄周跟前夸功 四可探也 张仪原响 以此文为原 以奉承引荐 不料庄周 并不成情 照头 吉辅 披下 伏伏 见血呀 任凭他 有个修炼 一时也是懵了 尚于一拜 三寇之礼 未行呢 整个身体 却似僵在那里 既拜不动 亦扣不下了 场上 尴尬气氛 犹如凝结 会师 邪尼的张仪 嘴角如动几下 似要说句什么 却又打住了 眼睛眯了起来 视线移向了胡面 张仪 总算回过神来 硬起头皮 完成了大礼 礼必起身 小心翼翼的 拍拍两手 扶袖坐下 拱手硬道 多谢先生评判 鬼谷之时 常听恩师 论起先生 承蒙上天所赐 晚生今朝 有幸得遇先生 承望先生 不吝赐教 见张仪 如此的谦卑 庄周不好用强 语气 有所缓和 庄周 一向独来独啊 与世人无赦 你那恩师 何以平白无故地 议论起庄周来呢 非平白无故 恩师是以先生论道之语 启迪我等徒子修身悟道 你讲讲 你讲讲看 鬼谷老头子是如何引用在下之语 启迪而等的 见话投机了 张仪轻身硬道 回先生的话 听恩师说 有人曾问先生道在何处 先生已道在楼椅 道在提拜 道在瓦匹 道在使逆应对 每况愈下 让人瞠目结舌 先生论道 用辟精准 开色通俏 晚上大事坦服 美美四肢 回味无穷啊 看到张仪岳家的功伟 庄周微微皱了皱眉 听会师说 你甚想见我 你来见我难道 就为说出这几句奉承话吗 不不不 我晚上此来 是向先生问道 还望先生指点迷津 若为问道 你下山何为呀 听闻鬼谷子 道行身后 你舍尽求远 岂不荒唐啊 说到这 庄周画风一转 一字一顿道 可见 问道 并非你心 张仪 沉声应对 非呀 恩师 有恩师之道 先生 有先生之道 恩师之道 晚生 已有领略 先生之道 晚生 却少有所闻 今朝 有幸 有幸得遇先生 还望先生 不吝赐教 只怕你听闻 我道 还得返回谷中 从鬼谷子 重新修起呀 这倒未必 张仪微微一笑 甩了几下袖子 做出论争的架势 两手夸张的 在耳朵上揉搓了几下 晚生 一席而已 请先生 赐教 子桑户 孟子反 子秦章三人 为墨逆之交 子桑户死 孟子使子贡网调 见孟子反 子秦章 古秦操色 为师畅拥 子贡恶然 责怪二人失礼 反遭二人吃消 回告孟子 孟子凯然叹道 彼 逍遥于游方之外 秋 居你于游方之内 内外不相及 秋 却使你前往调研 何其浅漏啊 你与我 亦为方里方外之人 内外既不相及 你这舍尽求远 向庄舟求道 岂不是荒唐吗 庄舟出口讲出这个故事 显然是在告诉张仪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大有话不投机 半句多旨意 张仪听得明白 微微一笑 谢先生教诲 万生愚昧 敢问方里方外之别 方外之人 一如那墨逆之三子 与天共生 与地同体 以生为俘庸 以死为绝溃 外脱于万物 内望其形体 彷徨于尘垢之外 逍遥于无为之境 往内之人嘛 一如那孔秋 忧其心 劳其行 外逆于天 内逆于心 为其所不能为 行其所不能行 陆路呼 奔走列国 欺欺呼 呼于仁义 黄黄呼 如丧家之犬 西西呼 如漂泊之平 张仪 张仪连笑了数声 先生有所不知 仪既非恐秋 亦非比三子 仪既能逍遥于方外 也可彷徨于方内 是一脚踏三江呢 庄舟扫了他一眼 重重地摇了摇头 你呀 不过是一心想三江而已 想不是他 天道阴阳 非阴即阳 非阳即阴 人道由方 非方里 即方外 非方外 即方里 你只有两只脚 如何能够踏三江呢 这 这个 张仪无话可说了 砸巴了几下嘴皮子 就算晚生 踏在方里吧 若依先生之见 万事 皆可无为而知 方今乱世 若是也以无为应之 岂不是战乱贫贫 永无宁日了吗 庄舟爆出了几声长啸 转队会师 我说老贵子 听到了吧 这就是从鬼谷里走出来的大秦国相啊 说着 庄舟眯起了眼睛 据周 据周所知 鬼谷子 此也算是方今世上的有道之人 竟然 竟然交出这等弟子 真正让人想不透啊 说吧 他动作夸张的连连摇头 眼见乳鸡尸门 张仪脸色红张 耳目逼失 语调加重 不再具足恭敬心了 敢问庄先生 张仪错在何处 庄舟回转过来 耳目如炬 嘴角溢出了不可议会的神笑 你什么也没错 不过是不知道而已 鬼谷中从先生修到五年 吃过不知几多的苦楚 竟被人判为不知道 张仪拧起了眉头 嘴角撇出了一声 冷笑